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玄关 玄关的格局 我想因为是建物的关系 所以它好深邃 好长的一个走道的感觉 是 千宇 这边我们走 玄关之所以会这么长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段的墙面 是整个大楼的一个楼梯间 那我就蛮顺势的 就是把走道再拉长一点点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空间的区域这样子 接着我们来聊一下 材质上面的运用 因为你说到屋主很喜欢 外面这种山景自然的人文空间 所以你在材质上的选择 真的不复杂 那是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 所使用的一些材质 都是比较自然味道重一点的 像幽木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 尽量不反光的材质 来做一个整体的风格上的塑造 然后在中间段 我们给它了一个主体 那这边采用了一个灰烬的设计 是因为女业主她特别跟我要求 她出门前 希望有一个整容的动作 对 那整个下半段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房子其实是为了聚会 这般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一段 我们就蛮考虑到说 客人他进到这个门的状况 所以从玄光 让我们有一个出面的地砖的选择 让他做一个鞋子落成的动作 再到中间段 我们这边就设计了一些 可以往下拉的一个层板棍 让客人的鞋子能够很规矩地 拍在上面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鞋子是外出鞋摆这样 对不对 是 而且这样打开的时候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 走道的一个宽度跟行走的一个状况 那我今天要回家了 我鞋子穿起来 再把它收起来 我把它收起来 对 OK 是这样 所以这个设计是进可攻退可守 符合来客需求的 对 而且它平常里面 也是可以做其他的收纳 这个玄关的设计 它把它拉长之后 其实有制造了那个深邃感 在端颈部分的处理手法 不同以往我们看到的时候 以前会是一幅画啦 一个雕塑品去处理端颈 是 我们在这个端颈 其实有考虑到了一个 大门进来的一个 汆烫纱的问题 所以做了一个简单的遮挡 我们在玄关跟产品之间 做了一道玻璃墙面 它这个玻璃墙面的材质比较特别 它是裂纹玻璃 那其实那个干点是来自于 中国古代的一个 冰晶裂纹的一种瓷器 对 那一般裂纹玻璃 我们看到的是透明的 可是我们这次比较特别 我们在中间相近的可以剥离 对 给它一个染深色的一个效果 OK 那其实真的要讲一下 一般的玄关端颈 可能会是雕塑品或画 可是我个人觉得 你的玄关端颈放在椅子上 这是一张非常有人文精神 设计感的椅子 它也有实用的功能 同时也是你的端颈 那是 这挑的真的还不错 还蛮喜欢的 谢谢 看起来好像硬邦邦 坐下去其实还蛮舒服的 其实当初跳它 就是希望给客人 有一点surprise的感觉 因为你觉得它可能是 硬的一个材料 你坐下去 觉得真的好像 非常的柔软感 舒服 对 没错 你达到你要的了 OK 我们进去这边看看咯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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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